他的规律嘛,就是要么一起变强,要么一起变弱,然后,嗯,然后就是说,那他其实就最后想要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我们写通通很general的question,what's molecular psychiatry,molecular psychiatry,that's right,那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发表在这个杂志上,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分子精神病学,分子精神病学是干嘛的,嗯,这个, NP这个杂志,它是,它收录的其实是一些,比较多的是,我们做环录做分子的一些研究,不管是在,其实基础的多一点,就是去做动物研究,多一点,然后,嗯,就是比如说我们去具体看,嗯,不管是其他木银食类,还是其他木银食动物,它的一个,嗯,不同脑区,然后不同的神远牙, 亚行,它的一个之间的一个,呃,联系的一个强弱变换,跟不同疾病的一些功能,所以它,就MP,它,精神病学病学的一个领域,一个分子,对,对,就是你要在分子的程序上去研究精神病学,嗯,除了分子这个水平之外,还,其实还有,就是做环录水平的, 做环录水平,包括它这个,影像,什么是环录,哦,环录的话,就是,你不同神远人之间,就是,包括不同脑区,就是,呃,呃,大一点,就是说,不同脑区之间的连接, 比如说,我前额夜到,呃,调到,BLA,调到性能核,然后,它,一个脑区里面,它也有微环,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的,就是,呃,比如说,古路的,它的兴奋性的神远,它有一个潜贵, Feedback,它有一个PV的一些,Gaba的一些神远,它的,这些微环录,就是,呃,还有,包括它不同脑区之间的环录,都,都算在这里, OK,啊,我想问你的数据集,它有两个数据集,你可以到那个两个数据集的地方,你写了三个数据集,啊,对这里,就是说,它两个数据集是分开分析,分析的是吧,呃,有分开分析,有一起分析, 那一起分析,意味着什么呢,就说,你的MR的Protocol都是一样的, 不好意思,说什么是一样的,呃,你的,因为MR,就是你做MR研究,做你,你scan patient 的时候,需要,它有不同的这个Protocol,是吧,哦,对,就是他们这两个数据集用的, I don't know,sequence 同样的东西,嗯, 应该是一个意思,但是不是会,应该会有点区别吧,就是它不可能,因为机器,对机器的话都不会,不会一样,对吧,嗯,那你简单的合并在一起能够分析吗, 你把它放在一两个数据集都放在一起能够分析吗,他,他应,呃,您讲,您讲吗,哦,我,我,我,就他,他,他,他的数据,他是有一个配准的,然后,他其实是,但是他的人群是有差异,他,他,他把这两个数据集放在一起分析,他是为了,就得到一个,更加普世的一个结果,就是说,他的, 他的,比如说,他的秋脑的一个连接真强,他是,呃,不管是对于中国人来说,还是说一些事业范围,一些的白,一些白人,还有其他人种来说,都是,呃, OK,就他把两个数据集合在一起得出的结论,跟你用一个数据集得出的结论一样吗,单独的,是完全一致的,不一致,他知道到了两个一致的,在两个数据集中的,对,然后他就把这个一致的结果,比如说这个秋脑,他拿出来说,OK, 他用了这个UKBankBank的data,为什么要用UKBankBank的data,他,他那个是随机抽出来了两千里,然后他是,呃,他的一个结果是,好像他,对,他说他是体现在了一个,呃,性别划分上的,他是,呃,他是一个外部演讲,包括那个ASD, 所以他自闭政办 rede和UKBankBankBank,对是属于一个外部演讲,没明白你说,我没明白你说的东西 是,是这两个外部。 外部。 什么是,呀,我知道他是从,呃,UkiBankBank来的数据, 这些人呢 你并不知道他有没有逆语证 对吗 他是这两个数据 是确定没有逆证的 而UKBank里面 确诊是没有逆语证的 没有识 Oh you never know UKBank you don't know just volunteer 确实 对这是一个问题 他可能这个来自于ASD 就自闭诊不带 他是过了一些疲倦 也就是确定没有抑郁诊 但是这个 可能这个说法是有点问题 OK 就是UKBank 他用这个数据干嘛的 就是这个UKBank UKBank的数据 是用来干嘛的 这个包括这个ASD的 他的数据是 他说是 他文章里是说他和MDD无关 然后他这个无关的数据的话 他是作为一个 外部的验证 就是说 其实跟这里的调整 就我感觉是差不多一个意思 OK 好谢谢啊 好谢谢 好谢谢 对就是 顺便接着刚才 老师问那个问题 就是他 两个中心嘛 他肯定会做一种对齐 但是叫就是 应该是做对齐吧 就肯定会做个对齐的 应该 但对于对齐之后还是 就他其实 用什么方法 他是应该有个通用的标准 对齐标准 对不对 对他有个什么 什么脑 脑 什么脑图 他是有一个国际通用的 不是 是根据不同中心的 他那个 因为你不同中心的 他那个强度会有点影响的 就是 对准 他应该是用 他的位置 他的体数对准 不不不 不是不是 那个是空间上的对准 对 我说空间 强度上面 他那个就是 你信号强度 不同的几期 信号强度除外 他那个就是 也有一定的分布上的区别 这个问题是怎么 他怎么怎么出一个 强度的区别 就是你 你可能 每做 也不一定啊 就是你比如说 就是那种 结构像的那种 MRI的话 他 就是不同的那个 就是 位置 或者不同的 并边部位 他不同的机器里面 除外的那个 结果是 不一样的嘛 对吧 但他就是 功能 对功能的话 是有区别 功能 他就是增量 或者减量 但是 你增量 减量的话 是不是也会有 有一定的区别 就是 就是这台机器 可能他就是一起增的 就多点 少点 这是有 比较有可能 就是这 就是应该说 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 就是 是要考虑的一个问题的 就不晓得他 是怎么 他文中应该是没有体现 就是 但是这个位置配准是肯定要做的 然后 位置配准是obvious的 嗯 但是你提到那些不同中心 比如他有二十这个中国有25个中心 然后这里有二三个中心 他 他不同中心之间 他的强 功能连接强度的配准就没有做 但是我觉得如果做了这个配准 他可能一些意志性 或者说一些差异都会被match 对 对 这也是其中的一个问题 看过这个视频吗 你自己分析过这个速度吗 哦 我我没有 不好意思 就是我还没有做过 什么意思 我还有一个问题 你可以到你的图 那是图解 你可能是图三 对图三 到图三的地方 这些红线 这里有一些红线 就是说这个红线 这里面的红线 你看这个跟这个有点相似 这个呢 跟这个有点相似 但这个跟这个呢 很不一样 为什么它们很不一样呢 哦 这个和这个 这个红线代表着什么东西呢 就是他 他他这里的红线 都是代表他 比如说 这个是左右的一些脑区的 这里 这里是在涅液 在 在 对 这应该是涅液了 然后 他 就是在 他意思说 在这个数据集中 找出了涅液 它的一个功能 连接的一个变化 但是在中国的这个数据集中 没有这个 涅液功能连接的变化 然后 他最后 嗯 再两个 然后他把他们进行一些比较 然后都 都 都有 都match的 然后他最后 把他提到结论 是不是 OK 这个红线代表着 这个区域之间有关 是吧 这个区域之间 相关 相关性 OK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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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做这个这方面的 就是说做这个 医语证的 哦 对 我 但是 我临床做的也比较少 我主要是做基础 动物研究 动物研究 啊 那你怎么知道老鼠有 抑郁症呢 哈哈 那还比较有趣的问题 就是我们 动物学上 他会有一些 呃 动物的范式 就是已经就经过广泛验证了 大家都认可的范式去看这个 我们小鼠 那些是类动物 有没有抑郁症 包括 糖水偏好 就是 额郁的 它的一个核心症状 就是快感缺乏 然后 它快感缺乏 在小鼠中评价 就是它会更 更没有那么偏好 它对糖水 和就是它去选择水和糖水 进行一个饮用 然后它 对糖水 它的一个偏好程度 会降低 代表它有一种快感 它包括它的奖上环 露出的问题 有一个快感缺乏的现象 这是一个 新闻学标准 然后还有其他 新闻学标准 游泳实验和悬尾实验 就是 它们在这种 应激的一些状态下 我们去把它的尾部进行 悬挂 或者说让它在冷水中游泳 然后它会有一种 行为绝望的一个表现 就是说 它就放弃挣扎 它就不动了 然后这种时间越长的话 也是表征着 它的一个抑郁越强 跟人的抑郁症 有什么个联系到人呢 从基础研究到 临床研究的话 嗯 其实在技术研究中 更多的是做一个 包括 分子环路 还有一些机制上的一些研究 它跟人其实差别确实是很大的 就是 涅齿 它虽然是不动物 但是跟 人的差距很大 然后 怎么从 从基础的 我们的一些结论 到临床 其实是一个很大 然后也 极大解决的一个问题 我刚才看到你说 百分子三十七是遗传 就是这个 利益 百分子三十七是遗传的因素 对 它的遗传率 大概是在百分之三十七 遗传度 就是其他的大部分是因为环境的原因 对 就是说你怎么知道这个老鼠有继承的医癒症呢 这个结果是从临床得到的 然后 嗯 鼠间它的一个代际的遗传的研究 其实做的比较少 就是我们 如果基础 做基础的话 其实还是主要 包括在这个百分之六十这里 环境因素 我们去 包括我们建立这个抑郁症 这个动模型 它都是去给一些环境因素的一些创伤 去打击它 包括去给它一些 比如说母婴分离啊 然后还有一些慢性不可预测 应激还有一些social stress 给的关注的这方面 这样 OK 就说说的你说的这个意思是药的话 大部分好像是不管用的 我的理解好像药好像不管用 有百分之三十左右的人 他是TRD就是男制性抑郁症 他是对所有药物都是不起效的 OK 你如何诊断抑郁症呢 就是对人来如何诊断抑郁症呢 目前临床上来说 他是主要分两个指标 一个是主观指标和一些客观指标 然后主观指标的话 他都是通过各种量表 比如说快感缺乏量表 然后抑郁症 贝克抑郁量表 然后还有就是让你去填一些调查问证 这样的形式 然后去描述你最近两周 他的一个行为情绪的变化 就是你就是病人自己来填 然后就是就主要 其实主要是依赖这个量表 然后还有现在就是最近几年 通过影像学出现了一些客观的 比较偏客观的一些指标 比如说视线相关电位 然后还有一些 包括你在能在面部识别的一些 做任务态下面的一个脑电的监测 然后包括进口外的监测 去看你的P300 然后N400这些比较相对比较客观的影像学指标 作为一个结果 然后就FMI的话 他在临床上 就是就门诊上 其实用的还比较少 因为他一个成本 一个价格的一个关系 然后包括他要可能要做些任务 或者说静息状态下 这个还比较少 但是一些影像学的一些biomarker 最近在就是包括结合一些这种大数据 在做MDD他的一个 包括诊断 然后包括他的一些 他病情的发展 然后一些疗后的一个疗效评估上 都是就是越来越乐的一个方向 这是什么东西 这个是诊断出来的医医症 在各个地方的比例 还是说 这个 在你比如说在 在这叫什么 东南东东南亚 东南亚的话 应该是哪一个呢 是这个 这个 是这个啊 对 就东南亚地区 他都换的 因为一个是人口技术论结 他就是医医症患病人数是 占总患病人数 百分之二十一 百分之二 占整个世界患医医症的人的百分之二十七 对 对 OK 因为人口技术比较大 对 而且生活压力比较大 这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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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叫什么东西啊 西太平洋 对 这个 就是说 就是总的发病率 你不要说你的人口技术是 就一千个里面有多少个 一百个里面有多少个 医医症呢 抛开人口技术 这个 这部分数据是我找的 但是我没有放出来 就是呃 有一个 二二零年的一个 就是全球的一个调查 就是呃 就是就是平均化掉这些人口技术的话 他 他那个 嗯 平均化人口技术化 他前前三个发病率最高 发病率最高的国家或者地区 还是集中在呃 东亚 然后还有 嗯 像这些国家 对 在东东南亚 就是东南亚 对东南亚 对 发病的频率比较高 对对 然后最高的好像是 集中在韩国 这些 国家 韩 对 为韩挺好 嗯 不是因为是这样的 他这个和统计有关系 因为其实中国的话 抑郁症的比例是比较高的 因为但是我们呃 很多时候就是确诊很困难 就大家不愿意去看这个病 所以就显着很低 比没有韩国高 韩国相对发达一点 他就更高一些 对 对 这是一个就是我们有些传统观念 有些病齿感 其实对吧 就 现象越来越好 抑郁症跟忧郁症差别是什么 哦 临床上一般用抑郁症这个说法 忧郁症可能是 就是 就是 一样的 就是 他们其实是一个东西的不同的叫法 然后 嗯 可能是 就是比较正规的临床的用法是抑郁症 对 或者说是 呃 情感障碍 之类的 有不同的细分在 呃 那个直男上 OK 啊 那林肯 就是美国的总统林肯 是不是有 major depression disorder 我倒没看过这方面的报道 但是我们就是中国的一些演员 嗯 但是那个就是我不记得叫什么 张张国荣 然后那种自杀身亡的就就据说是有这个 嗯 MDD 嗯 因为有很多的说法 我不知道是不是同样的病就说 这个东西你有depression 你可以depression变成动力 就说你可以 depression可以变成动力完成一件大事 哦 这个其实跟抑郁它的一个病因还比较相关 我们看看这个图就是呃 我们知道就是呃 抑郁他人 他的一个应激水平包括他血浆的一个皮质桶水平都是升高的 就是说它是一个长期处在一个应激状态下的一个呃 机体的一个状态 然后这种这种如果是短时间的一个应激的话 他确实可以嗯 让人更加就是压力下冲的动力之类的 但是如果他到了一个长期的一些应激的话 就是他的这些嗯 机体的一些代偿性的一些改变 他其实就是就是已经burn out掉了 然后呃 他最后到这一个病理线的结果其实是对了 就是确实是非常不利的 他有一个就是长达两周以上的一些情绪低落啊 快感缺乏 他其实就是当他这种压力发展到了一个病理的状态下的话 就是就是值得重视和治疗的 这个呃 这个就其实这个MDD他也跟就是在我们基础研究中 经常关注的一个概念叫做易感性 就是当面临就是就60%这些不同的一些环境因素 或者说童年创伤 有的人他就不抑郁 他就越挫越勇 然后有些人他就被这种打击到了之后 他就呃抑郁了 他其实是跟人 所以这也这其实也是一个原因 为什么就是MDD他意志性这么高 就是因为每个人他的一个易感性 一个应激的易感性 就是有差异的对哦 那你这点你却说就比较好 嗯嗯 OK哦 谢谢 我问了一些 给同一堆问题 我自己不明白的东西 嗯 哦 好谢谢 谢谢 好谢谢 呃 那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的话 我是不是结束共享 对啊 我最后一个问题吧 就是你可能做我转制也是个通用性问题啊 就是你做这个方面可能有看过 他和职业什么的是不是强相关啊 嗯 和什么 职业 职业 对对对 是和职业强相关的 他呃 包括其实就拿一小段例子来说 就是就是一个就是包括新冠疫情 他附近的 他的一个呃 抑郁他患病率的一个增长 主要是集中在医生群体 还有学生 就是他就是不同的职业 然后还有不同的呃年龄 然后甚至就是说不同的性别 就是我们知道就是呃 女性的抑郁症的发病率 其实是男性的1.75倍 然后就是他是就是包括就是他受基数影响 然后一些环境影响 他是就差异非常大 呃我没听明白 女性更容易患女症 对对对 好像好像和平常的常识有点区别感觉 哦是统计学上 是这样区别 因为庶民的什么都是女性比较长嘛 就感觉可能女性更像的差一点 呃但是你会有觉得女性他其实他比较敏感 就是心心理上来说 哎我的常识是确实是女性 你这就是这就是信息就好了 这是另外一个层面上的一个 哈哈哈哈 是不是因为很多女性 你就是这个之后有depression 哦有他你常过抑郁的那个概念 就是他受关注比较少 但是其实在一些青春期包括呃 他我们这种不同精神疾病 包括抑郁还有精神分裂 他的就是他病的一个高峰期 主主要集中 包括这里我们看可以就是他一些年轻群体 但是青少年他 比较呃容易受到打击下的一个情况下 会患抑郁症 对 嗯 OK 1.7倍 你刚才说的1.7倍啊 好像是一对1.75倍 我这个统一数据没有没有放 其实是在不同年龄阶段都是女性的 预予发病率高于男性的 OK那近乎两倍了啊 1.7倍 确实非常高非常高 谢谢嗯 哦好谢谢谢谢 这个这这这就说看来就是图 图神经网络 这对这大脑好像确实也蛮有用的 好前不久也有讲座吧 好像也类似用图神经网络 用也也啊也是我记不特别轻了 也是也是研究MR的这个好像说 也是用图也是好像也也偏图的一个 一个工作呢 就是说但是图这个图无论如何 这个图这个图网络在大脑研究上 可能确实还是真有点潜力哈 我们是储藏的研究方法啊可以说 嗯对对对对 这个现在现在这方面的就是文章多吗 只有这这方面呢就是用图图在大脑 好几多 对哈哈哈 就是我之前上个月吧 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包就是关注精神疾病的 他专门拿了一个就是分论坛来说AI 然后还有这些就是证疗 然后ok对 嗯 就是说这个现在就是说 除了除了用图这个去解释这方面之之外 就是还有一些别的稍微前年东西 我就在这方面用的 比如说那个比如说什么那个 转换啊这套东西有没有在这个这这上面 就是一一域上面什么用什么有没有 嗯据我所知就是现在除了图以外 就是这些影像学数据 还有一些人他去追踪眼动 然后包括表情面目识别 然后还有些步态去做这方面的 诊断 对就是一些一维的信息其实也有 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说话的语气 他可以就是提取出呃一些意味的训 呃那个真网络 然后他卷积出来 他就是啊那那就是完全另外一套思路了 就不用这个这些呃就是MR的数据了 就用一些语气啊表情那东西的 对对对有就是比较广比较广比较多的待遇的啊 那那那就可以套到什么这个垃圾栏 规矩毛刀上面用去去去做东西了 对对对对 这有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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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这这也是一个新的思路哈 这也是新的思路 对对对 是是你刚才提到说这个他这个好的正宗意义是不就是好像无药可治是吧 对有就三分之一人是非常高的一个比例的他没有药物可以治疗他他药物不能治疗的话他其实非常的惨的他就是呃如果他就是嗯就是非常影响他生活他可能需要进行一些手术包括像精卤磁石阶 然后包括呃电磁石阶然后就生物脑磁石阶这些就是有创伤性的治疗方法去对物理治疗去做对 嗯也是也是就是这个嗯 嗯也很有也挺挺有这个 就是这个呃那这这个研究的意义就是除了知道那些他的连接比较多可能比较这个连接 好像就是不同区不同脑干不同脑脑部区域之间有有联系 然后不同脑部区有有有这个有有有那个有有激活 那么怎么办呢就是这他他在临床上怎么利用这个这个这个结果呀 呃临床上的话就是诊疗嘛就是一个是诊断可能他如果呃医生有一些FMI 就是进行进行MMI的一些数据的话他可以去关注他的呃他的病他的就是帮帮助诊断就是一个方面 然后治疗的话可能就是这其实在治疗方面也是比较有意义的 是像呃呃呃呃MDD他的治疗方面有一个技术叫说进入十字极或进入电池极还有就是生部脑式极 我们就是呃像秋脑他这么深的河团他可能只能用到生部脑式极就是他给一个电就给买了一个电极在病人的秋脑 然后去把这些呃就是他秋脑的一个过连接给他给消除掉或者而且他也可以搭配一些就是他闭环 比如说你一检测到可能情绪有些就是波动了一检测到他过几回来的时候就给他一些电池极或者说是迟迟击拍给就是就是消除掉这种方法 对嗯 嗯 用意思的 呵呵谢谢 大家还有别的问题吗 索菲也压压也还有别的问题吗 哎没有什么问题 那这哎抑郁症这个哎怎么说呢 嗯嗯没有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别的问题 嗯好谢谢 那好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哦好的好的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大家真的永远的参与拜拜